現在給寵物用的水機都有傑齒和護齒的功能 究竟是怎樣的呢? Hello 大家好 今天無成城開箱會和大家介紹兩款水機 分別是Dock H2O和Cats H2O 顧名思一款是給狗用一款是給貓用 那究竟這兩部水機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因為可以加入這些傑齒磚 就可以令到你們的貓貓狗狗 可以防止牙菌膜和牙石的形成 還有有鈣質可以鞏固牙齒的 不如試試砌這個貓水機出來吧 好 先進去中間有一個過濾網 建議這個過濾網大約用一個月換一次 可以保持貓貓飲的水是健康乾淨 然後就把水泵插上蓋子 應該就是這樣插進去 另外開了這個傑齒磚 這個傑齒磚是一包有八粒的 那傑齒磚要怎麼安裝的呢? 就是擋開蓋子 然後把這個傑齒磚放進去 好 基本上插完泵上去之後 這樣吸收下去 扣兩個扣 水機就可以用得了 我們加水進去試試看 好 浸完水之後 立刻把蓋蓋上去試試看 開了基本上的設計其實是兩級式的設計 看看你的寵物究竟想喜歡喝多些流動的水 還是比較靜態一點的水 兩邊其實都可以飲用的 另外我作為一個有養過寵物 以及我之前都用過不同牌子的水機 我感覺上這一部水機的分別是比較寧靜的 它的聲音 它的馬達的動動 基本上我坐到這麼近 其實都不是很聽見馬達發出的聲音 放在家裡你不用擔心 會有一個馬達在 有些聲音令到你可能坐不安 睡不著 至於平時是怎樣去保養這部機 按說明書所說 基本上你每個星期最好就是拿這個水機 拆開它 然後拿去洗碗盆或洗碗機清洗 因為始終你媽媽狗狗喝完水之後 都可能會遺留到很多厚水積在那裡 定期清洗對於媽媽健康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每個月就是可能換回過濾網 還有那塊傑子磚都可能每個月要換一次 對於貓、狗的健康也是有些保障 水呀!水呀!水呀! 現在我們組裝了一個狗的水機 比較一下兩個水機的分別 其實我發覺狗的水機和貓的水機 其實都是兩段式的設計 設計上大同小異 基本上的分別就是狗狗的是大 可以放到6L的水 而貓貓是小的可以放到2L的水 而這個寧靜的程度 其實貓那兩個都是差不多 沒有太大的分別 也沒有太大的噪音 水力方面也是差不多 那在哪裏可以買到這兩個水機呢? 就是來到會展的優質寵物用品展那裏 就可以找到這兩個水機了 好!今天時間到此為止 拜拜! 毛成城Mocity 一站式寵物資訊平台 尤其全港各區獸醫診所 寵物店和美容店的名單 還可以找到養得寵物的樓盤 記得上毛成城Mocity啦! 不用理了! 有聽到的